我們秘書長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眾將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時間過得很快 我在四十分鐘以後 我們大家就要回到可愛的家 甜蜜的家 所以現在大家都比較輕鬆 我在四十分鐘以後 我說最近美國台度議員開始大變了 就是說美國過去用模糊政策 但是主張 兩千塊六年十月二世 我們去看過以後 經過打斷 美國一個三款婚禮的國家 尤其是婚禮做的拆斷 行政單位一定要遵守 也不可以計算 所以不管是美國的總統 還是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黨政軍三方面 都要照換他們的打斷來接行 雖然速度有人覺得很慢 但是這個沒有在今天 當然一方面 要跟我們自己速度太慢 到現在為止 美國一直很過癮的事情 就是說 你台灣民政府準備好了沒有 你如果還沒有準備好 我美國軍事政府 如何把政權管轄權交還給你 各位 我們準備好嗎 好 好 這麼小聲 這麼小聲 我們準備好嗎 好 我好像有聽到 還沒還好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來自己這裡就要準備好了 你不要聽到 不過我們聽到 我們還少一些 還一部分的人還缺少 所以我們的軍事 現在開始每個人要付這個八個 年紀比他小的 我們的政治局 事務局 要付這三個 年紀比他小的 我們的議員 議員代理人 也是一樣 要付這三個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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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說 你都黑白銀 我很怕你 你知道嗎 從頭到尾 台灣人 親諾 寡信 親親聽說好 信用吃壞 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徹底隔離 好嗎 現在比較小聲 但是我跟各位說 大家都說很愛台灣 愛得要命 愛得要命 你聽 但是實際上叫你行動 都沒有行動 過去 你說 台灣台灣民進府 會放離開 現在三年以外 他會把你證實 不放離開 那還不對 如果不放離開 可以 開店你的 牆手 來真真正正 替台灣做事情 好嗎 好 你比較大聲而已 所以 我再一次 拜託 我們所有的 同心同志 眾將灣 台灣的監督 台灣人自己求 尤其 美國的亞太地區 的國務 國務卿的助理 他現在已經 等出一個 過去從來沒有提過的 美國要支持 台灣主體政府 我跟你說 他如果沒有說 他還好 他現在說出來 台灣馬上成立幾十個 台灣民進府 你看 這個所在說的主體政府 來 那個叫做文青 給大家看一下 AUTONOMY A U T O N O M I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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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囑 美國 支持 美國的 台灣的自治 什麼叫做 AUTONOMY SELF GOVERNMENT 有什麼不同 你說清楚喔 Self就是S-E-L-F Government G-O-V-E-R-N-I-N-G 就是Self government的主題 就是上面沒有人自己最大 那叫做那種主題 含這個autonomy 這是什麼意思 上面有人的主題 我們討論你 討論到現在 現在 你要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的上面有人 有人是什麼人 這個土地主人 這個土地所有款式 如果現主席來說 這個土地所有款式是日本天皇 這個土地占領的占領者 美國軍事政府 在美國軍事政府的占項 在日本天皇的所有權的占項 台灣人自己關自己 這我在上課 已經說過有夠多次了 講到現在 美國覺得說 時機已經快要成熟了 我們台灣民眾的基本架構 都已經組織完成 台灣民眾的組織架構有分給你嗎 有的拿手 我要確定大家都看 好 手棒 這份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 中央 手跟軍 要打拚的方向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會按照這一張組織架構來完成 你要呈報給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政府 但是我可以給各位警告一件事情 從現在開始 台灣會出現 類似於這種組織 特派一定說 美國說台灣自治 我們台獨 老早就表示台灣要自治了 台獨跟台灣自治有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來 我們看我們台灣民眾的官網 台灣民眾的官網 你看 比較多邊一點 反對 美術 建國 獨立 自治 自治 不是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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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自己管自己 這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三年多以來 一直在提倡 一直在向大家宣傳的東西 好不容易 美國現在正式發表了 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我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所說的 尤其台灣的法例 不是很簡單的 你不能求是說 我們這個政權 這樣台灣後來就永遠太平 No 因為68年的教育 讓我們台灣人已經沾染了 中國的惡劣文化 風風 粉絲筆 吹牛 詐騙 你想想看 台灣詐騙集團竟然橫行全世界 有夠厲害 你如果說台灣人頭腦不好也要太好 和中國現在都給我們騙到傻傻 日本也騙 現在跟美國沒有騙 因為台灣人沒有什麼要說英語的樣子 台灣人也要說一句 台灣人也要說一句 現在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把我們教北洋義 教得很好 現在騙 阿拉剛好而已 不過我告訴你 你如果比較詐騙 你要去抓到 絕對都吸引 阿現在 騙到外南 印尼 厲害 台灣人好的不學 都在學一些賣 其實台灣民政府 上課上幾天 出來了 美國說的 Roger 你們台灣民政府已經生了七八個孩子 生七八個 很厲害 台灣民政府 我還要再說一次 讓你大家都清楚 過去 你來台灣民政府 在上課的時候 你的旁邊的人都會跟你說 你會騙你 你詐騙集團小心 你會騙他 你會騙他 你眼睛就很久會請你拿去 差不多都有 三里安 有騙他嗎 沒有 沒有 比較大聲 有嗎 沒有 沒讓你拿去 有奇怪嗎 有 什麼有 沒有啦 怎麼有 我們按照華麗 又沒有 你以前很奇怪 哇 我覺得你很奇怪 什麼聽什麼 我說這麼大聲 又聽不到 說的人聽不到 是我說不對嗎 沒有說不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民政府今天是國際法律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所有的人 是革命先行者 我要再提醒 我是這個地方可以保證告他 台灣民政府這件事後 這個新行者 類似於 中華民國的老蠻 所享受的待遇 不是這個類似於老蠻 我們都不像老蠻 我們老蠻錢 我告訴你 老蠻沒有保護台灣 只保護時間 對親戒求來台灣 這樣一輩子榮華富貴 大 看便宜的 看便宜的 一個月一個月萬幾個 都永遠不會死的 你公公地 市到 這散步的都是老蠻 台灣人在職二爪 他們沒有功勞 各位 我們老蠻是台灣革命的先行者 當然享受好的待遇 對不對 對 這個老蠻打得怪怪 不利自己 好 老蠻 外當大演 只有四千位 沒有退休的年齡限制 老蠻其他人有 可能這事情 也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 你享受 但是 你要有責任 你不可以貪污 你所有的事情 要為人民 為百姓設想 今年的四月二百 我們要再一次 禮拜 在聯合報 自由時報 要抗公國 提醒美國 跟AIT 跟日本交流協會 告訴他們 說今天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肖日 你不要忘掉 我們要要求 美國 日本 要按照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 去行事 這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 也沒那麼簡單 我們說的論述 各位 各位 如果 你有看很多次的新台灣論 我鼓勵各位 來考考考考 很簡單的考試 你有沒有人說 我就不在做勤修 沒關係 你不在做勤修 沒有你來考考 有人說我已經考六次了 還考不上 是不是可以加問 民主 我一點都不會笑 考六次 標示說 他本次最沒看六百以上 雖然考不過 所以 我對他的精神 對他的態度 我讚佩 台灣民進府就需要這種人 台灣人 對於法理 現在是獨步全世界 有很多國家的人 都寫E-mail在我們問 是不是要向我們請教 和蘇聯 正報的記者 就有兩個來 日本那是不用說 澳洲也有人來 尤其是日本 現在最近 有很多 日本的教授 一個一個過來 是不是要邀請 我們去演講 我們要做的這個事情 是因為美國 因應東北亞的局勢的改變 美國有一個派生 他要讓日本拱起來 最好可以恢復 大日本帝國時候的容景 來防禦 中國共產黨的野心 你如果要看破壞 你要很小心 日本說 他現在開始 他的武器買賣 全世界都要反對 尤其中國 什麼人家贊成 美國贊成 美國說樂觀其成 為什麼 因為日本 如果不會負責 賺很多錢 他整個東北亞的防禦 他能夠抵擋得住 東北亞的防禦 除了日本以外 還要靠的是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 所以 美國從現在開始 你只看這邊的學運 非常清楚 這邊的學運 在發生的時段 今天是第20天 發生的第4天的時候 我們跟美國有談過 當然我們陸陸續續 有幾個禮拜 跟美國有在聯絡 那時候美國 就表態 雖然一直都沒看到 但是我今天 我要將美國的態度 讓我們各位知道 你聽了 你的內心 你的頭部裡面 要去感想 為什麼美國 他會這樣說 美國給我問 Roger Roger是我贏的名 Roger 馬英九 是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我說是 是不是你台灣選給他 我稍微鈍點一下 我說我沒有選 但是你中華民國 你這台灣人 就是你本身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你選給他 我說你如果說這樣 我就承認 馬英九是幾票動算的 六百八十九萬 美國的國務儀 不是 政規敢有發表嗎 希望台灣的學運 政府能夠用 和平 民主的方式 來解決 你有看到對不對 什麼叫做民主的方式 有人看不見 民主的方式有人說 喔 馬英九 你不能武力鎮壓 馬英九 你不能將學生給他 No 美國的所謂民主方式 不是這樣子 馬英九 是中華民國總統 六百八十九萬票動算 你台灣人 整個不敢 把面嘛 我跟他說 罷免的門件 他好像頂得很高 你說 你台灣人自己 自己要在他的遊戲規則來 你跟人家玩 你算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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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輩家 不準算 但是 我有跟美國說 馬英九 讓我們百分之一 就沒了嗎 什麼人起來 無敦意 我常常在你講笑 那些行動是很外形的 但是 我講給你聽 我說 閃閃換削藥 不是 閃閃 閃閃還更嚴重對不對 所以你說台灣人 好啦 讓你拼拼拼拼 說馬英九 路台 今天把你宣布說 吳敦意宣誓就職 阿你有效嗎 你有效嗎 你沒有效嗎 不是 第二點 這都美國說的 有理由你這個 台灣當局 共和民國 的台法官 的四線 三百二十九條 你在說什麼 國家跟國家 如果簽訂條約 Tweet 要送立法院審議 但是如果是協議的話 Agreement 只要送立法院 被查 單水扁 不是你們台灣人嗎 他做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通過WTO 國際貿易組織 WHA 世紀貿易組織 那些東西 所簽的 是不只送立法院 被查 福茂 是所謂的自由貿易的一環 他不說我是絕對反對福茂 因為福茂 讓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 都會聰明 所以我的內心 雖然中心 但是我 腳踏要快 我們台灣民眾要趕快接掌政權 如果沒有 會叫做壁 所以這是他第二點去說的 第三點 他說 如果在我美國 簽領國會 不管有什麼理由 都是非法 如果這三點 包括未來的國務院所發表 尤其第三點 是完全一樣 我個人 對那些學生的那些 我是很同情 像打得迷迷迷迷 但是 我對這些事情也很遺憾 美國有問 你那些學生領袖 哪有五位 那時候他講那五位的名字 我沒有太清楚 現在我比較清楚 他的背景你知道嗎 他的背景小英基金會的成員 冬年 冬年啦 二十天前 那些人 學生以後 穿他要國會的時候 當地門口的是什麼人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所以各位 美國說了 我就很安靜的 坐在我的電腦前面 我的反思 我想說 我們台灣民族 要不要出聲 想想的 我覺得 我們見觀其變 為什麼 因為 現在在社會的人很多 我們 實力不夠 我們要培養實力 我們有四千人的時候 我絕對很大聲跟美國說 我們已經達到你的要求 把政權還給我們 所以我們 也不用 哀聲嘆氣 也不用 怨恨他人 如果要怨恨 要想去 想去自己就好 我們實力 我們實力 不夠 你說話 什麼人也不要跟你聽 我們在這個時候 要趕快 培植我們自己的實力 同時 這四千人 要做所有台灣人的開模 為自己做去 這邊小林木 高修 來我們這裡訪問三天 他拿百幾場 日本的相片給我看 有幾百年前 有很多人 很足極的相片 有農夫 農村 有都市 他發貨的時候 他都沒有看百位 他都放大什麼地方 發貨 放在土地上 整百年的相片 所看到的 沒有一張垃圾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自己檢討 給自己看 我們是不是做得到 所以台灣民政府一執政 第一行 我要來要求 每一個人 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這樣 每一個人 會騎到自衛 二十公圈裡面 拜託 拚清 日本人做得到 我們是大日本 對於國的日本人 現在的日本 是我們的兄弟 我們更應該把它做好 我們台灣民進會 可以做的工作 很多很多 只不過是你自己沒有發言而已 所謂的中國文化 徹底隔離 我不是說他中國日不好 但是我要說的是 他一些文化 真的很糟糕 你不懂得是說 我今天上課有說 不是說 特色最厲害 NO 各行各業 都是很偉大 職業沒有貴賤 所以 台灣人 從現在開始 要徹底的改變價值觀 徹底的改變我們的文化 我們要恢復 在日本最後的那幾年 台灣人所受的教育是什麼東西 我相信在座各位 包括我 的父母 阿公阿嬤 都跟我們說過 日本很嚴格 但是大家都很感到 他的統治是怎樣 因為 人家合理 合理 日本人 你如果言論不好 最多給你關於19天 關於19天 你如果再造反 又給你關於19天 29天 國民黨不是這樣 中國人是 你如果言論不好 就把你抓去關 不是把你競賽就是15天 我們大家都抹 我們的政治局委員長 蔡委員長 15年 也是麻煩的愛台灣也不是 他也想說 我在打拳後 時侯我有錢 我可以帶部隊來做飯 還沒做飯先讓你去關 過15年 各位 15年不是 一天半 你在這裡坐100天而已 我看你就坐得不太爽快 15年 所以 他也在外面 不是像他而已 有很多台獨的大陸都跟我說 台灣的地位 如果這麼賤人 我你知道怎麼都沒收過 我說因為 你們沒有討欠前法 你們如果有念了戰爭法 你們就知道台灣的地位 你們就知道說 要怎麼跟美國來求疏 要怎麼跟美國來疏願 今天我們已經過美國成功了 過過就是我們扣 趕快把台灣民眾的組建完成 大家說我相信 你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當時看望路 農宗請世宗 請世宗有什麼好處 有好處 我去宜蘭 我沒有看到 有很多人 做事 做水果 但是 跟阿波西回家的時候 比較快 才會換完 去辦公室 立班 他告訴我 我自從 加上台灣民進會議 我自己覺得粉騰有榮譽感 不說請世宗有榮譽感 因為世宗穿下去 這不對你自己本身的行為 有所約束 所以我給各位說 你在外面 我希望你們做得到 你們如果吃粉的 要吃粉的時候 這個logo 白條 吃粉 吃粉 這個logo 白條 如果要做 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事情 logo要先白條 你要尊重這個logo 這是我們所有人的 共同的成果 對不對 所以我給各位報告 在這場的進行 還有很多事情 要完成 中央一定會 盡力而為 你們各位 有時間 要去你國中的辦公室 要經常出現 你有時候會覺得 集中就我罵我 我跟集中的意見不一樣 各位 你和什麼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全世界不說兩個人的意見完全一樣 阿母都不一定一樣 不一樣 不要緊 要益中求同 多基礎 多溝通 就能夠解決所有的一切 我已經說過 我們還沒有記長政權 有的人已經很有官位 我常常告訴你 我相信這幾位 你的老闆 也不要跟你說過 如果 越巴塞 頭越低 有受用的人 一定是很客氣 我希望這幾位 做我們大家的人的座右銘 希望這幾位 做我們大家的人的開模 對著生命人 不要隨隨便便生氣 對著生命人 心平氣和 甚至於台灣民進府 在執政的時候 一定有人很羨慕你 也很嫉妒你 他比說 那個人沒有敢說 那個人沒看到 但是在做國語 必須人比較有敢說 必須人比較有先見 所以你也要來收分 所以 四千個 在後面的公務人員 十幾萬到二十萬的裡面 不算很多 所以每一位 都會有很好的職位 所有的事情 要靠我們各位 我們共同來打拼 共同來合作 來替佩席的社會 來替後代的孩子 你們啦 驚驚順順的幸福 來替佩席的 好嗎 好 台灣民進府 發展到驚立 你說不快嘛 吃快 你說快嘛 吃萬 但是 我們兩千空人 一十月二十月 是控告美國到驚立 兩千空十四年 特別說 八年而已 人生的八年 是很多的時間 我們這八年的裡面 我們在做國語 有很多人 和我當中 從開始到驚立 大家都是 無欺騙 大家都是 堅定的思想和意念 當然這個裡面 有很少很少的人 我們台灣民進府 他剛才有說過 美國說 你們已經生七八個兒子 我那不是兒子 那個根本 我們的DN都沒有 那是誰在黑白目 也是他家來的 又說 台灣要獨立 美國一個發表支持 台灣自治 特派很高興 美國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老仔講 台灣要獨立 所以 美國支持台獨 各位 這種的事 我不知道要怎麼 他們形容 所以我相信 這個政典的時間裡面 一定會有 什麼台灣自治政府 扶我謀殺自治政府 台灣人民自治政府 這種的自治政府 會如雨後春損 四個都有 在這個時候 我也要鼓勵我們各位 你跟驚立 參加了法理電招 參加了職務電招 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夫 不能再改變了 對不對 對 我也可以 跟各位保證 所有常規電招的人 每一位都有職務 職務好壞 剛才開始 你也不要計較 我再說一次 你自己本身 要先問你自己 你自己準備好 你自己準備好 你看 我們現在 中央這裡 我們可以經常回來 回來做什麼 做志工 你有看你今天吃飯的嗎 很多動心在那裡切菜 在那裡切飯 都沒有人叫的 都自己主動的 肚子都把你掃 肚子都把你掃 便宿 溶去 就去那裡切菜 我看在眼裡 感動在心裡 我在這種情況 我絕對相信 台灣有希望 對不對 我的朋友 我也是 這樣 我也是 我講的 我講的 台灣的最後的一條命脈 是在我們台灣民政府所有人的身上 這條命脈 台灣永永遠遠 不只是永永遠遠 台灣人這三個沒了 各位你就要深奈 有這種的打算 有這種的感恩 我沒有叫你們做很辛苦的工作 你們這部就是 宣揚台灣民政府的理念 剛才有自己不一樣的意見 跳過去 我們現時的軍手 已經在全台灣各地 五十個郡 到處設了辦公室 你們有時間 去看去走 你別上這個徽章 去都是一家人 各位再講一遍 台灣的命脈 續在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身上 對不對 對 最後 今天最後 我要再一次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替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打招 大家如果都有謙虛的心 那這點謙虛 忠肯 善待所有的朋友 不用跟別人拚 因為我們已經走得到的路了 這點的法例 沒有任何人能夠打敗我們 那這點外面 用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跟我們各位說 我們騎去贏 我們沒有跟任何人妥協 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的救星 對不對 對 謝謝各位 各位議員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秘書長帶來的演講 我們今天的庫廳 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現在學校的學校 麻煩把你們的椅子 抓在桌子上放的 麻煩把椅子拿到桌子上 放 謝謝 好